现在的我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站在前面 嗨好啊你好我是德婷 今天我们有养气美女 很少人这样叫女了吧应该 还有吗 没有现在都叫缺养阿姨 缺养阿姨为什么 因为已经是阿姨的年龄 没有啦30岁还是很漂亮啦 有的就是在网上报名浪姐的蔡卓一 哈喽大家好我是蔡卓一 那这一次专辑就是听说你参与的部分是非常多的 可不可以聊聊这一次单曲 I don't care 想要展现的概念还有全新的面貌 其实这一次也比较压力 因为这一首歌是从作词作曲 我就跟就是guest的嘛 大家都知道是他帮我做的 我就跟他说我想出一首大概是这样子的歌 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推敲 然后生成这首歌 然后说我好喜欢 I don't care 这首歌呢 更多在于是告诉我们自己 I don't care 很多评论跟很多的一些自我内耗 其实都是自己在意 比如今天很多网友骂我 但是是我给他那个机会让他们骂我 因为我去看了评论 我在意了 如果今天我把手机关掉 我不看评论那是不是他们伤害不了我 对吧 当我自己选择去看评论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做到我不在意的 真的 而且我觉得你把所有的那个精神 还有想做的东西都藏在歌词里面了 你觉得这次的作品是有很100% Joey才Joey的吗 有 我觉得那个精神上是有的 像比如说MV出来有一套造型是红色衣服 然后下面配了一双converse 然后很多人就说你这个搭配很奇怪 对我那时看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答 我就我有回复评论 我就说当你觉得为什么的时候 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这样你有什么事情是你以前很care 可是现在其实不太care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刚好我这几年都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 就需要一段成长的过程从care到不care 但是我发现我真正最care的东西是未来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 更多想着的是今天 就是此时此刻 我能不能做好我现在 我现在快不快乐 我现在开不开心 就像我今年我就是放弃所有一切 我就去滑雪 这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 因为我不想去想未来 我还能不能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女迷心要亲自拉下脸去 去报名浪劫这件事情 因为是很不简单的 为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会 可能以前我也会觉得 做很多事情会很害臊 很丢脸还是什么 我觉得我这几年最大的改变确实是勇气跟自信 可能以前的我会选择站在最后面 但现在的我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站在前面 你身为大家的闺蜜 其实你有什么话会想要献给那些有容貌焦虑 或者是正在处于低潮期的女生们吗 我觉得更多的关注自己去寻找热爱 这很重要 因为当你的人生没有热爱的时候 你的所有东西都是灰暗的 而且要更多的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如果你很多的活在他人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你是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 那最后就是想说2024年 蔡蔡除了推出这个I don't care的单曲之外 其实还有什么计划吗 我下一首歌很快就会出来了 还有最主要是我现在就是冲浪节吧 那最后要不要来呼吁一下 大家来支持你的这个单曲 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去听一下我的首歌 因为真的是筹备了蛮久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帮我转发 好 今天非常谢谢朱宇 蔡卓宜 谢谢